他们承载了生命与情感 是城市疗伤的缩影 纪念过去警醒未来 他们以温和坚定的方式触动人心 他们是无情中的温情 以创意设计疗愈世界的伤痕 珠孟天下特别呈现 只占之所 你好 欢迎收看珠孟天下 我是周云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主要参战国政府大多设立的国家级哀悼日 用国家公祭的形式 祭奠死难者 增强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 在2014年起 中国政府就将每一年的12月13日 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保留这份愤怒与苦楚的回忆的同时 我们可以用怎样的方式 让它在沉重中又带满希望和力量 或许建筑中有答案 这道伤痕或许可以以一种特殊 甚至失忆的方式留存 给人们一个可以铭记历史 又可以寄托埃斯的空间 回看近两年时间 居住范围内的硝烟四起 战争和军事冲突 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也对全世界的和平稳定进程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建筑师又有着怎样的和平宣言 他们又以何种方式 在表达他们对战争的思考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是中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也是国际公认的二战期间 三大惨案纪念馆之一 2005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何敬堂 主持设计了纪念馆的第二期扩建工程 这个建筑是一个大型国际锦标 锦标叫做起来 它记录了我们民族的灾难 以后这个事情恰恰也是我出生的年代 我300年初出生 就那个年代代表了中国的灾难 中国民族的不幸 何敬堂认为 纪念馆的建设不仅仅是牢记历史 重视历史 还要体现人类 共同展望的和平 它结合地形 以战争 杀戮 和平 三个概念 完成了建筑整体的空间叙事 新纪念馆作为序曲 呈现史实 死亡之亭作为铺垫 酝酿情绪 万人坑遗址 祭场和名思厅 作为高潮 震撼心灵 和平公园作为尾声 寄托希望 纪念馆内部 何敬堂以独特的结构设计 通过光影效果等手段 营造了一个 充满情感力量的纪念场所 引导着到访者的情绪变化 那这个建筑 让人家一进去 永远记得这段历史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名师厅 这人角落里面 慢慢是所黑的一个房子 就点了灯 周围是水 很窄一个 一条路进去 你会思考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个世界 就因为中国不强大 从而上人家欺凌 从而激发我们的爱国局成怀 你谁进到里面去 他的成港就会震撼了 这叫建筑的力量 这是建筑的强所感 在世界范围 试图用建筑抚平创伤 是许多建筑师思考的母题 丹尼尔里伯斯金 也是建筑界的一位传奇人物 在行业内被称为建筑疗伤大师 他出生于波兰 一个在纳粹大屠杀中 幸存的犹太家庭 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都经历过奥斯维辛 集中营的迫害 李伯斯金便借由建筑 追忆自己民族的悲痛过往 李伯斯金说 战争充满了死亡和破坏性事件 而建筑是一种希望的艺术 柏林犹太博物馆 是李伯斯金的重要作品之一 他花了十年时间才完成这一作品 博物馆占地3000平方米 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历史博物馆 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无声的纪念碑 作为解构主义建筑的代表作 柏林犹太博物馆像一件雕塑作品 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博物馆的平面呈曲折蜿蜒状 仿佛是一个正在承受 剧烈痛苦而挣扎的人 立面上凌乱的开窗 仿佛是有一把刀 随意在建筑上砍出来的 也像是受难者挣扎的抓痕 建筑内部也几乎找不到任何水平和垂直的结构 通道 墙壁 窗户都带有一定角度 置身其中仿佛被卷入一个扭曲的时空 博物馆中最具震撼力的部分 是一个狭窄的走廊 走廊上会有大量的同质人力 人们穿过走廊时发出的声音 以及踩踏的触感都让人不寒一律 人的感知仿佛被空间所割裹 继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后 李伯斯金再次操刀 设计了荷兰国家大屠杀姓名纪念碑 首次纪念了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十万两千位荷兰遇难者 纪念碑位于阿姆斯特丹 靠近重要的犹太文化建筑 比邻城市的公园 为打造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空间 提供了条件和环境 通过设计 材料和植被的选择 这一公共空间被构筑成了一个连续的城市花园 李伯斯金设计了一座 由十万两千块砖块砌成的非线性迷宫墙 每块砖都代表一个人 让人们深刻直观地认识到 大屠杀期间遇难者人数的规模 周围环境通过墙上的镜面反射出来 像是漂浮在墙体上 虚浮的感觉让人产生一种不真实性 但下方厚重的墙体 又提醒着人们历史的沉重 从苏联时期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 苏德战争大饥荒 到去年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 乌克兰可谓命运多舛 乌克兰首都基辅有一座建筑 是保存乌克兰灾难记忆最完整的地方 展现了这个国家抗争的历史 也提醒着人们和平的重要性 它就是乌克兰国家二战历史博物馆 馆内有超过三十万件的展品 让它成为乌克兰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博物馆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 而它也是祖国母亲雕像的基座 祖国母亲雕像 号称是欧洲最高的纪念性雕塑 也是乌克兰国家二战历史博物馆的一部分 雕塑本身62米 加上下方的博物馆 整体结构为102米 重560吨 象征着乌克兰人民保卫祖国的信心和决心 这座雕像是在1981年 为纪念在苏格战争中牺牲的苏联英雄而建造的 作为基辅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物 祖国母亲雕像可以在城市的不同地方看到 雕像一手拿着剑 一手拿着苏联国灰的盾牌 但是近年来 随着俄乌间大大小小的冲突 乌克兰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快去文化 包括拆除公共场所 与苏联俄罗斯有关的建筑物纪念碑 试图与俄罗斯划清界限 今年8月5日 祖国母亲雕像上的苏联国灰配件 被替换成了乌克兰国灰三叉戟 纪念碑可以成为情感和记忆的载体 南斯拉夫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这个位于欧洲东南部的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自1991年起陆续解体成了六个国家 让南斯拉夫不复存在 各地建筑物相继拆除 但有一批纪念碑却一世独立 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间 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 建筑师们在南斯拉夫境内 修建了大量悼念二战受难者的建筑物 他们被称为南斯拉夫纪念碑 一些纪念碑的下方还建有地下室和隧道系统 曾是二战时的野战医院 后来用于埋葬士兵的遗体 这些看起来像是外来生物的纪念碑遗迹 提醒着人们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 除了战争危害 恐怖主义灾难也威胁着当代人类文明 22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震惊全球 在恐怖袭击发生两年多后 全球多个国家的建筑师 围绕911国家纪念馆的设计 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以色列建筑师迈克尔·阿拉德 和美国园林设计师彼得·沃克 共同提交的倒映虚空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 这一方案的核心理念是对缺失的反思 设计将世贸中心双字塔的基础挖空 改造为两个碟水区域 水池中有美国最大的人工腹部 由于落差形成的巨大水声 让人们联想到当年世贸中心倒塌时的风铃声 在原先的设计中 遇难者姓名是刻在地下的展馆内 但因为遭到遇难者家属的反对 所以将遇难者姓名刻在了巨型水池的墙体上 建筑师通过纪念性建筑来表达战争带来的伤害 企图以此唤起人们对战争的警惕和对和平的珍惜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乐战纪念碑 是美籍华裔建筑师林英的成名作品 林英是林慧英的侄女 她受到了家族影响 自幼在数学和艺术方面就展现出天赋 林英在乐战纪念碑的征集竞赛中脱颖 而出的时候才21岁 而向地下延伸的纪念碑就如同大地开裂 接纳死者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她自己也解释这一设计好像是地球被战争砍了一刀 留下了这个不能愈合的伤痕 但这个设计也曾经引起了争议 一些退伍老兵认为纪念碑应该拔地而起 而不是陷入底下 在重新组织了评审团之后 第二次评审结果依然是林英的设计 获得第一名 但是前所未有的非议 甚至人身攻击并没有停止 林英在一轮一轮的听证会中 也用略带紧张和颤抖的声音 坚定勇敢地表达 以及捍卫了自己的设计理念 建筑师用作品塑造出了极致的空间体验 温和而坚定地呼唤着和平 传递美好的愿望 中文天下 下一节精彩即使 纪念碑往往是一种巨大高耸的建筑 用不同寻常的尺度来提醒世人过往的历史 而随着纪念碑数量和规模的扩大 其形式也愈加多元 位于德国柏林市中心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 也被称为浩劫纪念碑 由美国先锋建筑师 彼得艾森曼设计 艾森曼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纪念碑的概念 放弃了所有具有象征性的表达 纪念碑由2711块灰色的巨型昆宁图块组成 2711这个数字是艾森曼根据纪念碑的念级而定的 没有任何象征意义 而且昆宁图块上没有任何文字标识 与被害者和受难地有关的信息都在地下展厅 步入纪念碑群仿佛置身迷宫 无尽而单调的形状 让人不由地陷入对那段历史的反思 各混凝土块的倾斜角度不同 其间地面也高低不平 展现出无序感 创造出一种令人心神不安的压迫感 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5分 那枚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 让整个广岛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1996年12月 当年原子弹爆炸区留下的唯一建筑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物 这栋建筑处于原爆点的正下方 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冲击波是垂直的 其水平强体幸免于难 这座建筑由捷克人设计 因独特的欧洲风格 让其成为战前王岛的标志性建筑 这个遗址一直保持着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的样子 与周边的现代化建筑和城市景观形成鲜明对比 参观者置身其中都能深刻地体会到 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围绕着建筑遗址所建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由日本知名建筑师丹夏建三设计 丹夏建三采用了温和的设计手法 他希望人们在这里感受到宁静沉思和希望 而不是恐惧 战争的悲痛被化解为一个遥远的符号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所表达的 除了对历史的反思 更多的是对新生的渴望和对和平的向往 当地时间11月29日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 享年100岁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争议 给美国外交政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基辛格是历史上第一个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破冰者 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老朋友 这位犹太裔美国外交战略家 是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大部分的诺贝尔奖的颁奖地 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但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地 却在挪威奥斯路 诺贝尔和平中心的建筑历史 可以追溯到1872年 这座建筑曾是一座火车站 将其改造为诺贝尔和平中心的初衷 是希望世界和平 让人们更多的关系 如何平息战争解决纷争 非裔英国建筑师大卫·阿贾耶 对建筑进行了改造 大卫·阿贾耶曾说 建筑代表着一个转变和讲故事的机会 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协商场所 诺贝尔和平中心旁边 还有一件出名的艺术装置 名为最好的武器 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前总统 纳尔逊·曼德拉有一句名言 最好的武器是坐下来胶台 由挪威斯诺赫塔建筑事务所设计的 这件艺术装置 便以这句名言命名 这个艺术装置像是一把微笑的椅子 邀请人们坐在一起 让最柔和的力量成为最好的武器 这件装置作品最初被放置在 纽约市联合国总部广场的入口处 后来被转移到挪威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中心附近 日本建筑师板茂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 谈到了他在乌克兰进行的人道主义项目 在俄乌冲突刚爆发时 他从新闻中看到了乌克兰难民的居住情况 板茂受到了触动 几个月之后他就去到了利沃夫 开始准备经济适用的住房设计 建筑材料会在战后以及灾后变得特别昂贵 所以向大众提供能负担得起的住房 是非常重要的 2011年东京地震之后 板茂就开发了一种叫做泡沫塑料外壳的系统 简称为SHS 所用到的材料可以根据不同的气候来改变厚度 而且是模块化的 不需要机器就可以建成 板茂曾经说20世纪的建筑大师 为民众建造公共建筑 而如今21世纪的呢 他说建筑师更应该关怀弱势群体 比如说种族冲突的受难者 以及因为灾难而无家可略的人 近段时间 巴以冲突持续受到各方关注 在顿断续续的轰炸中 加沙多座医院和学校被炸 人道主义形势严峻 临时停火7天后 12月1日 乙军于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战火重燃 据报道 双方已有超过1.64万人死亡 目前加沙境内流离失所者多达180万人 造成严重人道灾难 建筑中的人道主义 在救灾建筑中体现得最为直接 他们虽然看上去朴实无华 却能给受难者带来活下去的希望和慰藉 而说到这类建筑 日本建筑师板茂是绕不开的名字 2011年西西兰克莱斯特撤奇市的地震后 板茂用纸板复原了当地一座被损毁的标志性教堂 同时也为社区创造了一域安身之所 这个纸板教堂预期寿命是50年 却成为了克莱斯特撤奇市最抗震的建筑之一 板茂对执管性能进行了大量的实践 测试 调整和再实践 如今在很多国家都可以看到它的执管作品 它的身影也出现在全球多企抗震救灾的现场 运用便宜轻巧的材料和组装迅速且结实的结构 让灾难后无家可归身心受创的人们 可以快速拥有一个安身之所 保护他们的隐私和尊严的同时 帮助他们重燃希望和勇气 美籍伊朗建筑师纳德·哈利利 是人道主义建筑师的代表人物之一 设计过不少摩天大楼的他 有一天依然决定去帮助饱受灾难的人们建造房屋 沙袋应急避难所就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他利用战争遗留下的沙袋铁丝网和容易获取的泥土 搭建出结实耐用且隐蔽性很高的临时住所 而且这种沙袋棚屋建造技术门槛很低 不需要太多工具就可以完成 这位偏爱可再生材料的建筑师 以独特的设计手法影响了很多伊朗建筑师 进入21世纪以来 普利斯克建筑奖的评选越来越青睐 对人道主义做出卓越贡献的建筑师 2022年普利斯克建筑奖获得者弗朗西斯·凯雷 他的作品遍布很多国家 包括各种临时和永久性建筑 凯雷擅长创意性地利用本土材料 在现代化建筑理念的指导下 设计满足地方需求的建筑 在家乡的首个项目 干多小学的建造过程中 凯雷使用了当地人尊重的陶片 并且邀请妇女和儿童 编织建筑所需的材料 将建筑变成一件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体验的事物 这些经济实用的解决方案 不仅是突破局限的建筑创作 更饱含了建筑师 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 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了帮助 并且带去了希望 建筑帮助人们疗愈 让城市重新生长 也是对历史的记录和反馈 就在临时建筑看似简陋 却以最快的速度 缓解了人们当下的痛苦 基于他们生存和尊严 最基本的保障 而纪念性建筑 又以另一种方式 让这种痛苦存在于 人类共同的回忆中 并世代相传 不同的艺术家 站在自己的时代审视战争 用艺术书写反战悬言 让我们得以在 回看历史长河的时候 见到这些 惺惺点点美好的人性光辉 大家以直观的 视觉冲击提醒人们战争的恐怖 音乐人以优美词曲 扶平人们心灵的伤痕 文学家和诗人用独特的文字 揭露战争的残酷 感受到了战争中的恐惧和灰难 也许人类需要不同的载体和形式 去记住历史 换回记忆 才能够让我们不断的反思 正视和负责任的前进 让历史和记忆成为未来的一种力量 让世界变得真正的和平 而美好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